今天要把老公请上来啊 有请 哇 小宝宝也来了 欢迎 欢迎 你好 嗨 男孩 哎呀 宝贝多大了呀 宝贝只性多远 我得问问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吕春阳 当时你这算是利用植物之变吧 是不是 对 我也不知道 就那次稍微胆子大了一点 那怎么 哪天 小半年了忍不住了 怎么就说了实话了 说姑娘 我喜欢你 为什么 那时候他正好要去那个美国 去美国升造 然后有一个IBM的比赛 然后我就想还是表白了吧 那次去美国 就特别让我感动的是 那边的老师对他非常的看重嘛 然后想把他留在那边发展 但是他也算是为了我吧 还是回到国内 深造的机会 对 恋爱多久之后你去美国了呢 差不多半年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很为难 一边是深造的机会 这边是心爱的人 他怎么跟你说呢 面临这样两难抉择的时候 其实他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我的英文不是太好 记得我当时到那个诺克斯威尔 然后呢 是从上海飞 上海飞东京 东京飞芝加哥 芝加哥飞诺克斯威尔 要转两次 但是我的音乐很不好 他就告诉我 你过海关的时候怎么样 他说你拿这个本子给他看 这是到东京 然后到芝加哥 你要拿这个本子给他看 对我一点 细致入微啊 对 然后你们恋爱多久之后结婚的 恋爱多久之后结婚的 可是我觉得女生 哪怕她有天大的事业 在结婚之后 尤其有了孩子之后 她的心可能就会在家里多一点 在事业上就会减少一点 可是我看你依然在舞台上 五个月就出来表演 参加比赛了 她会抱怨吗 没有 她很支持我 我说这个比赛要四年才一次 我本来11年的时候想参加 因为机会错过了 这次等了15年 但是孩子五个月 我说再等四年 然后她听了之后 她说没关系 我让妈妈跟你们一起去单位团理 然后我的婆婆 带着我的儿子住在我们的宿舍里 是这样子的 然后她每个星期上班下班之后 都会来看我 我似乎刚刚就通过在台上 这个观察 我觉得宝贝好像跟她更亲爱 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跟鸽子太亲了 这个陈阳你会不会觉得爱人 跟鸽子的关系太亲密了 似乎有时候都冷落你了呢 这个我倒没有什么 平时我也挺喜欢鸽子的 但是就是有一件事 我要上诉一下 就是她买的那个牙刷 给我买的牙刷 跟给鸽子刷这个笼子的牙刷 不要买一样的 也不要放到一起 这个让我有点尴尬 也就是说您刷牙的那牙刷 平时是刷那鸽子的粪便的是吗 我只是扯一块 这个是放在一起 这还是有机器的 它是一样的 一样的就有可能拿混了 对 你是那最重要的鸽子吗 对 你看也没送钻戒 也没送999朵玫瑰 找的人用这样的方式能追到 要珍惜 靠太阳星星加月亮找到的老婆 要珍惜一辈子 为了你 她可以什么 我发现你丈夫说了半天 他就说不出一句坚定有力的话了 你知道吗 他说话永远特别软 是这样 他怎么跟你告白的呀 他跟你告白的时候是不是也 这个甄阳统治 我觉得吧 这个人生大事还是抓紧时间就好 你还别说这个 他怎么跟你告白的 当时好像还真这样 你当时就这样 我觉得真不行 春阳你今天就当着所有观众的面 你再跟他说两句心里话 掏心窝子的 好吗 你贴错手腕 自然一点 我能读一下吗 读 读 我有点紧张 华美工作还写了报告 2011年8月6日 农历七夕节 距今1716天 南方的大雷丰天 雷雨交加 并没有能阻止我们的相遇 相信那是我们的缘 2012年5月28日 距今1420天 是我们领证的日子 中间还出现了点小插曲 咱们的户口本都没有带钱 最后还是在当天如愿地拿到 属于我们俩的红本吧 2014年11月7日 距今527天 转眼间 我们的儿子18个月大了 这些日子以来 它带给我们无限的欢乐 2016年4月7日 距今才20天 你觉得腰有点不舒服 我很担心 去检查了一下 是劳损 需要休息 咱们俩的生活 有缘有分 有喜有忧 是最平凡的两口子 但你在我心目中 永远是那个第一眼出见时的女神 咱们现在的日子 没有了鲜花和浪漫 只有儿子的奶粉和尿不湿 但是我会尽自己的努力 让你和儿子的幸福快乐 yere 中文字幕志愿 MUFF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邀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